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双胞胎 倒倒狗狗 最近啊 相信张哲瀚的事件 大家都略有耳闻了 但是呢 还是给没有理清的小伙伴来聊一聊 以及谈一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出道十年不温不火的张哲瀚 今天凭借一部 双男主武侠剧山河岭爆红 可是啊 红了才六个月的张哲瀚 如今凉了 却只花了两天 不禁让人唏嘘 如果一直关注张哲瀚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这段时间 张哲瀚真的是水面 就黑通搞不断 但是都被一一澄清 直到近日啊 有网友发现张哲瀚 曾参加中日混血朋友的婚礼 举办地点是奶木神社 而网友表示 奶木神社供奉的是战犯 奶木西典和他的妻子 此人曾主导旅顺屠杀 以及其他清华行为 婚礼上还邀请了 印尼前总统的妻子戴威夫人 而戴威夫人也被中国网友 说成是反华人物 张哲瀚还跟戴威夫人亲密合影 但是有人说 朋友婚礼又不是张哲瀚自己的 张哲瀚作为被邀请的嘉宾 对参与婚礼的地点来指责 也太离谱了 所以又有网友化身八倍镜 随后被扒出了2018年3月 张哲瀚在社交媒体上 发过一组风景照 地点是颇有争议的 日本晋国神社 也就是这组图 成为了张哲瀚被封杀的致命一击 那么问题来了 晋国神社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晋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 多天代田区九段版的神社 由明智天皇建立的一系列 张魂社之一 该神社供奉自明智维新时代以来 为日本战死的军人以及家属 大多数都是在日本清华战争 以及太平洋战争中 阵亡的日本官兵 所以每当有日本政客 或者是社会知名人士 参拜晋国神社的时候 都会遭到中国和韩国 以及东南亚诸国的抗议 即便是在日本国内 对于参拜晋国神社 也是存在诸多争议 而美国的态度 则是不鼓励此类行为 在争议爆发隔日 张哲瀚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因为自己的无知 向大众道歉 可是广大网友 对这一份道歉声明并不买单 在张哲瀚道歉当天下午 《神明日报》 央视的媒体 点评张哲瀚的行为 是冒犯国人情感 表示这件事 不能简单归咎于无知 眼线事态仍然无法平息 与张哲瀚合作的各大品牌 迅速发表声明取消合作 8月13日下午5点31分 娃哈哈率先宣布 与张哲瀚解约 紧接着包括可口可乐 和淘宝在内的商务合作方 都陆续和他割席 直到8月13日晚上 26个品牌全部解约 张哲瀚就在4小时21分 调完了所有的代言 被市场迅速抛弃 不仅如此 张哲瀚参与的电影 《维和防暴队》 和综艺节目最后的赢家 也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8月15日 中国野中行业协会发表声明 要求会员单位 对其进行从业抵制 所以微博平台在同一天 也关闭了张哲瀚个人账号 工作室账号和超话 抖音平台也封禁了他的抖音号 这次为止 张哲瀚在网络的存在 被消除得干干净净 而山河令在优酷上 直接删除了张哲瀚的名字 山河令在豆瓣8.6分 而如今最新的评论 也都是一心差评 骂声不断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静国神社事件 被中国官方封杀的一人 其实不止张哲瀚一个了 2014年4月23日 红极一时的 加拿大流行歌手 贾斯汀·比伯 把一张在日本 静国神社主店前的 祈福照片 发到了IG上 他还用英文写道 感谢你们的保佑 随即遭到中国网友 几乎一致的口诛笔伐 之后他删除了照片 并在IG上发文表示 自己只是开车兜风时 路过看见一间 很美丽的神社 于是进去祈福 但是不知道该神社 有什么意义 他也马上道歉 对于我冒犯的各位 我深表歉意 我爱中国 我爱日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秦刚也是对此表示 我希望这个加拿大歌手 在参拜静国神社后 能清楚了解 日本的侵略史 和日本帝国主义 以及其来源 2017年 加斯汀比伯 在中国的两场巡演 被中国官方直接取消 有粉丝提问 北京文化局 禁止他演出的原因 官方称 加斯汀比伯 在境外社会生活 即在国内演出活动中 曾有一系列不良行为 引发公众不满 除了加斯汀比伯 日本女星 水炎西子 曾被拍到 300经国神社的背影图片 之后她发表声明 公开诚恳的道歉 并且表示 照片中的人 绝对不是她 所以大家听完后 应该知道 中国对待 禁国神社的态度的 坚决立场了吧 我们觉得 作为公众人物 当然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我们也看到 有的网友认为 张哲瀚这件事 试错了 但是给他一定的惩罚和警告 让他知错就改就可以了 而也有部分的中国网友 直接给张哲瀚 扣上汉奸和今日的帽子 且不骂张哲瀚是汉奸 你就是汉奸 不骂张哲瀚辱华 你就是不爱国 对张哲瀚是一棍子打死 感情杀绝 所以不知道大家 对张哲瀚事件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